字幕提供 好,教食現場又和大家再見面了 今集數一下數一下,我們也過了30集 做一下真的不過,很快 對,半年有很多,很快就有一年 到年尾,10月左右和大家見面的第一集 不過其實今天也不是什麼特別的日子 為什麼會突然說起這件事 或者是50集,100集 起碼是一周年才說 今週有什麼新聞呢? 今週其實想不到有一部新的Nikon D7500 不過稍後再說,再說一些其他事情 計算之前,大概兩三個星期之前 Panasonic傳聞說可能有機會退出這個相機事業 後期證實是一個翻譯的問題 今週是Vico,Vico也發生了這個情況 他第二天也有澄清,沒有計劃暫時退出這個事業 對,其實我也覺得他GR本身也挺受歡迎 加上他收購了賓德之後 賓德反而我覺得比起以前積極了 整件事都 其實賓德的勢力是向上流 對,沒有理由這個時候去玩對出 但是也有些客觀的計劃 日經新聞那邊也不能錯過 在美國那邊,他們說Vico會暫時裁員 裁了一千人左右 另外,他也發了一個Statement 就是說,接下來Vico會重點發展 他自己比較受歡迎的產品 其實我反而覺得他肯做裁員這一步 反而在公司的角度是健康的 即是說得比較難聽 你有些多餘的事情 起碼因為始終是經濟問題 對公司來說 可能那段時間要熬苦 他吸走一些 對他來說 短期內也不會有獲利的 但是只是花錢 應該說花了很多錢的部門 我覺得沒有一口飛 反而是可以讓他繼續營運久一點 反而如果不做這一步 可能營運上更加困難 我看他的財務報告 他說大概沒有了九千萬美金 的Forecast的盈利 留意是Forecast 即是預估有這部分盈利 所以變成是否實質上有 是不知道的 但現在他又會營運 例如360的Motion Cam 恐必他會繼續營運 這個其實他很受歡迎 因為現在還在全美十大 超售榜的其中之一 我想他就是360 Cam 的市場主持人 對 G.R.O.這個樂隊 雖然都很久沒出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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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ży 對 對 對 Evet 今次的新版本是77D、88D、M6,上一兩個星期才講完 其實77D和88D上個星期我都講過了,不過你去到日本的經歷吧 稍後講一下日本的經歷,還有我們一手樓上桌面這部KP 另外有些新鏡,例如Sigma那四次新鏡的鏡頭 有些特別的舊M42的Bundit鏡頭的鏡頭 這麼有趣? 都加進去,所以如果你有玩開這類鏡頭 都可能要更新一下鏡頭 另一則新聞,很有趣的是美國資料 有一間研究機構叫NPD Group 做了一個研究,就是2016年賣無形飛機 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年,基本上那個資料是雙倍的 比之前一倍的 當然啦,越來越多人玩 去年開始多了很多一萬港幣 對啦,樓下的機,大概一千元美金 對啦,一千元美金左右 可能現在大家在手樓上認識的可能是 Buffet Pro那類型的機身 Fantom 4 也有便宜價版 對啦,但原來美國那個市場 最多人買的是300至500美元的機身 竟然 即是稍為比熱門的,即是再低一點的機身 但是呢,它越來越多要求 就是這一類型的機身,如果買得好的話 要有些特別的feature 例如一些自動跟蹤的主體 去拍攝的功能 其實這些都是去年才加入 對啦,以及可以有些自動導航的功能 那麼,這些使用者會買得到 他們說通常有 以前就要很高級機才有 通常有加這類型的功能 的機身,即是那些模特兒 那些銷售的快速程度 會比沒有的功能多了 即是多很多的 其實是的 因為你有了這些自動,譬如 自動追蹤那些功能 你不用控制那麼多 你設定好了 即是,還有有時候 很多時候玩這些的人 都是想捉住自己 那我可以做其他 即是,一直玩其他東西 他跟著我的 不過你問我 這個市場也是剛剛起步 即是,其實我自己都想買一部 那我見DJI最近都剛剛 剛剛這一陣子 今個星期才 在台灣開始設置了 屬於他自己的層次 其實香港之前有 是的,香港就早一點 其實這方面 我想以後發展的空間會很大 以及那些機身的價錢 應該會普及得很快 好啦,那還沒說 在講NICON D58之前 還有一則新聞 7500 是的 我經常記錯了這部機 兩部機真的很像 很像的機 所以我做了一些很詳細的比較 那先說一下 尺寸呢 135,2.8B 上星期講過了 那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功能 其實我也有提過 因為它跟G1.8B 自己的G1.8B比較 就是G1.8B 就是G1.8B 它是順 同一個口徑 即是鏡子沒有太粗了 但純粹是長了 那又多了防震 這個是挺實用的 但它是貴了很多 大概是多少錢 公佈出來的價錢 我記得去到 成 萬中港幣 明白 實價我忘記了 明白 但是 萬中港幣 真的很誇張 我看過NTF圖 發現這支鏡子 比之前Aman 135 1.8B 那支 真是很明顯的進步 為什麼你的光圈小了這麼多 對 至於跟最近大熱的Sigma 1.3 1.8B去比 即是哪一個比較好 看過NTF圖 就好像兩個都很接近 但當然Size 2.8B 是2.8B 那真的有機會去試一試 去比較一下 才能看得到很多 好了 既然你說了 那我們就直接跳去Likon D7500 是 其實想不到 大家有一點點要留意 Feature 不是太多 因為其實真的跟D500很接近 所以我剛才也說錯了 但是發覺有一樣東西 以Likon的中階機來說 通常以前都是很簡單 很多東西略過去 大家只關心價錢 是的 但是 今次大家看 價錢又有點 有點 浪浪的 現在是1250美金 大約1萬元左右 是的 那 那 你預算 其實Likon 很簡單地說 你可能等它兩個月 那那250美金應該是會減的 會減的 不是啊 現在我經常都說 香港現在沒有了那個 有了那個 什麼 反弄斷法呢 其實我想 一出 說真的 可能 買機的人 現在可能都比較極端 一買就買一些很貴的機 接著 要不就買一些很輕便的機 所以它這些中油的機 它有機會很快 舖頭自己會下價 是啊 大家都可以這樣比 因為其實D-58都出了一段時間 那D-58開始下了一點點價 是啊 那變成 其實跟一部 一部新的D-750的價 就是 有距離的 但是也不是說 你相差得很遠 如果你說 可能做免色分期 或者其他東西 可能更加不用想 但是這部機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就是Nikon很少 可以把這麼多 這麼細節的功能列出來 是 你會發現這部機 有很多很細微的改進 但是那些東西 你會覺得是好 其實我估計 它是 都想 讓大家有一個清晰 點知道 跟D-58的分別 嗯 所以它會領執得詳細一點 舉個例 例如它的快門 雖然它是 標榜了15萬次 10個名 又不是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是標準的 但是它多了一個 螢幕的感應器 是在監察著 快門運作的準確性 這些是以往是 頂級機才有的 對 其實你會比較放心 因為以前 你可能用了兩年 以前的中階機 一定沒有這些東西 那你可能 快門是慢了 或者有問題都不知道 但是現在它就 加了這些功能進去 另外 有些新的 反螢幕 還有新的 輕觸式的螢幕設計 雖然它這次的螢幕 解像度 要計算點數 就不夠D7200 就是它上一代的幾新 但是 其實 我有覺得它是降距了一點 就是比起D7200 它很有趣 但是它說明顯示 那個顏色的準確性 會比較好 另外 電池 我覺得 顏色準確性 比解像度 更重要 是啊 其實 你解像度很低 低到一看過去已經起格 是啊 你說到重點了 我覺得 它一百二十幾萬 還有九十六萬 我覺得 實際很多人的分別來說 如果再套二百多萬的比 實際 你不是 這樣看 其實 真的 不是很清楚 另外 有些功能 是拍攝 粗士的影片 很多時候 就是那些 叫Anti-Ficker的功能 閃力的功能 它這次是 加了一些 artificial 即是它自己 計算的 補償的 formula 我覺得 對於拍攝 粗士拍攝的人 會比較好 這些功能 其他功能都很像D500 基本上 沒有 直到 是啊 沒有直到 還有電池是新的電池 要直到就 焗你買D500 是啊 對了 但是 其實我覺得 是視乎每個人的影商習慣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你買一部APS-C的機 你現在也是想小 想輕便 也是的 那你加了直到 可能是 手會比較好 但是又違反 你想小 想輕便 我覺得 有時候的東西就是一個 選擇 我 好像 我作為一個普通用家 我會喜歡 我想加的時候 我就加上去 我不想加的時候 就拆掉 對 這樣我會比你開心 對 一開始就跟我說沒有 沒有 我現在用K1 我也是這樣的 好像你的心態 就是 我今天有很多東西背 我拆掉它 如果我今天要背一支長鏡 我再加上去 也有很多小的改良 我剛才提及過 例如相機帶的扣 今次是這麼多代理抗之中 它用了一個新的扣設計 不過我看的樣子 就很像Canon的設計 一條蝦 收了下去 以前又不是這樣的 也有些小的位置 例如是 Active Delighting的功能 很多代理都沒有說過 差不多 基本上D300之後 全部都說有 但是 今次是說明 有一些很細微 因應 highlight 高光暗位的光線 去做一些調整 這些都是比較特別的 有些沒用的功能 它真的幫你抽起了 例如NFC NFC 其實我覺得新一代的機器 不太加了 是啊 它就 加上去 轉低耗電藍牙 對 轉低耗電藍牙 加上 它叫做Slap Beach 那個功能 亦都給了很多很重要的功能 但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 它不加上去 有點可惜 就是無法配合沒有CPU的鏡頭 即是NICON的手動鏡 嗯 其實我覺得 它已經做了很多年 這個動作 一直想淘汰 那麼舊的鏡頭 但它現在 其實 我想它做這個動作 沒有記錯 從第一步開始 不支援 到現在應該超過十年 是啊 我想它一直想 撕掉這件事 但是始終太多人 覺得 既然你經常在鏡頭接環 NICON F接環 沒有改變過 那當然要讓我用回 以前的鏡頭 那它 即是 聖呀折環 還敗呀折環 是的 其實D810那些 它還保存在 而今次 D7500 它不是拍不到 它是沒有了擦光 以及你可能用Program Mode 那些 就用不了了 其實就是跟之前那些不支援一樣 對 即是你變成要當是 可能所有東西收光圈 都要擦光去用 哦 那也有些 怎麼說呢 即是它 本身那個 有些功能 網友寫得很清楚 是 其實想要一些 例如是Focus Picking 那些功能 即是 可能在Live View 那裡對完招 無論是手動或自動 也好 會有些轉色 但是今次還是沒有加進去 那我也覺得這一點 都是值得可以看出來的 那另外 有D58 它有一個Joystick 在後面 給你調整 轉對焦點 轉其他設定 那它這次還是沒有加進去的 但是它轉了Touch Screen 是的 所以就有辣有不辣 所以我 最終我覺得 即是Feature 大家可以在網上去看 看到很多比較 我覺得 要看看它的開架 那個情況是怎樣 那 大家都知道 雖然它有美感定架 都是會過慢 那可能真的要等一段時間 等它跌定了 那跟D58一起做一個比較 你就會發覺 即是 看看它能否真的 正如現在的人 都會拿77D和80D來比 那你80D出了那麼久 那價格當然跟 77D差不多 但是到最後 還是要等它跌定那個價位 但是如果讓你選擇 例如我真的一部新機 我新買部中間機 那你會入 可能77D好 還是D7500好 還是Evo KP 開心一點 你問這個問題 就真的有點考慮到我 為什麼呢 首先 我會考慮的 首先就是 我的情況 三個系統要一起做一個環境 我當真是一般人 沒有任何系統在手 我想現在這一刻 我暫時都會選擇80D 即是中階 一來 說真的 你任何 無論我想拍片 鏡頭 或者其他配件的支援上 都是 Canon 暫時都真的最好的 但是 你說 7500好不好 首先我還沒玩 還有我自己覺得 以它 偷走 也不是要偷走 減少了這麼多東西的情況 我會看看它實際和D500的差價 才會考慮 當然 如果它可以 原來到最後 它的差價和D500 很大 那我可能會選它 但是如果不然 我都寧願給多一點買D500 其他牌子的話 單反 其實單反 我暫時 應該都不選其他牌子 是這兩個牌子 明白 我就覺得 如果它和D500的差價 相差三千元內 那就是 南馬修可能真的選D500那邊 如果直接迫你選那邊 對 如果三千元外 我都會想一下 這部 其實有些功能 我覺得是可有可無的 就是可以 它有些很重點的功能 就給了你 但是 如果價錢分析得好一些 可能D700 也有一個空間 都不錯 我覺得對於NICON來說 好像都沒了大半年的時間 去年都一般 今年一出這部新機 反應都是不錯 大家希望二代 我們也是這樣 借到機器 又跟大家試一下 講一下 NICON又可能會比較像 明白 好 那我們下一節 好 稍後跟大家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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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